嘉懷議員 主席 在華年代有人曾經說過 樓市就是香港的經濟命脈 是不能碰的 主席我們絕對不同意這個說法 在今天我們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我們的經濟體系其實已經多元化 是完全不需要依賴樓市去推動我們的經濟 更加重要的是我覺得很多時候 政府用這樣的理論去癱瘓地產商 其實是偏幫地產商的謊言 樓市或者買樓對於香港人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 很多人一生的目標 就是希望買到一層可以安居置業的樓宇 也可能是他一生之中最大的投資 如果我們樓市出現了一些扭曲的情況 特區政府必須要盡它所能 提出種種不同的措施去作為應對 主席我們今年的財政研算案 公民黨提出了多方面的建議 希望改善香港樓宇市場的歪風 其中幾份建議很高興說財政司司長是有接納的 比如印花稅的問題或者延交稅款的問題 但是在移民投資方面的建議 財政司司長很不幸是沒有任何回應 剛才司長發言用了很大的篇幅 講及樓市泡沫的風險 很明顯司長是了解到這個風險的存在 但是似乎是用盡它所有的力量去阻壓樓市泡沫的問題的出現 主席其實最重要的一個我們可以說的市場 其實就不是一些最高價的豪宅 剛才議員說過這些申請移民的投資 重點是一些高價樓其實都未必是一樣 稍後我可以給一些數字和例子給主席你聽 其實最主要影響最大的 是六七百萬或者以上的一些樓價 的樓宇 這些這樣的階層的樓市 其實對於我們的中產人士 特別是專業人士的影響最大 它也有一個樓底式的影響 令到低下價格的樓市 亦都受到抬高樓價的影響 最近我不知道主席你記不記得 有一對專業人士的夫婦 他們在電台上蓋探 他們雖然一個是醫生一個律師 但竟然都是買不到樓 主席這個是一個非常之令人擔心的趨勢 而最近整體我們國家的形勢 亦都是導向一個令人擔心的情況 大家都可以看到報紙 現在內地正是積極採取一些非常之嚴厲的措施 是壓抑樓市的買賣 特別是炒封 這些措施在我們不同制度的國家裏面 其實是非常之有效 亦都可以即時生效的 它令到那個影響會怎樣呢 我相信令到更加多人 內地的人會望向香港 希望香港成為他們的另一個 炒樓的一個最理想的地方 我相信這種情況很快就會出現 主席一些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有物業代理 是為了迎合內地客的需求 在五一黃金州 曾經安排投資移民去看樓團 那些看樓團是很嚇驚的 因為它是一箱箱的銀子拿下來去買 就好像買菜一樣的 有深圳買家透過代理商 買了一個高層的單位903呎 903呎 竟然是給了700萬 也有廣東站江的買家透過代理 用712萬買了一個901呎的單位 反應是這麼熱烈的時候 地產商其實已經直接說明 它說五一黃金州 會再搞 也不斷搞這些所謂看樓團 有報紙也問了一些來香港看樓的內地人士 他們都直言 他們趕緊來香港 希望透過這個投資移民 買樓 可以想像得到 他們在這方面的 所謂投資 是直接影響到香港人 資業的一些機會 更加重大的問題 就是既然我們有一個 投資移民的計劃 其實是否必須要 只是容許買樓 來落實這個計劃呢 主席絕對不是的 如果你有看外國的例子 譬如像加拿大那樣 很明顯的例子 政府必須要求提交一個 可以創造就業的一個 詳盡的計劃 然後政府只會 願意考慮一些這樣的申請 那個分別在哪裡呢 主席就是一些有創造就業的 一些營商的計劃 第一 就是會有一個 比較長久一點的投資 不是一些投機性的投資 就是說可能 你申請到移民 可能他就不需要 再落力在香港 作出一些 有這個 我們叫做 承擔性的投資 這個就是第一點最重要 第二點當然就是 如果他有創造就業的一個計劃 是會舒緩 香港這個就業的問題 這個對於香港的經濟 只會有一些實質的貢獻 如果他只是參加一些 泡沫性的炒樓的活動 其實在一時之間 可能會出現了一個 經濟上的假象 令到人覺得 香港的經濟確是好 多了人買樓 樓價也是維持一個高的水平 買了樓的人就不用擔心 變成負資產 但是主席 這個是一個假象 因為其實他對經濟的幫助 其實是不大 也沒有一個直接 就是推動我們香港的 就是勞動市場 或者勞工市場的 一些任何的動力 所以我覺得 這個本身的理念上 已經是有一個 就是不是那麼健康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